然后有人在这儿跑步端着身体 是一个亚洲的女孩啊 应该是 这边公交车一辆接一辆的 现在美国这边视频的频道 还是像素被调低了 为了降低成本吧 然后有位朋友在微信里留言 是给我发的私信 他是我的一位老乡 他在国内啊 然后他说微信群里啊 有些人他们对美国持批判态度 但是呢又很想去美国 他的想法呢是提出一种质疑啊 觉得你说这些人 他们对美国比较批判 但是也还想去美国是为什么呢 其实我也很难用几句话 去把一些人的内心所想概括出来 我觉得也许他们对美国的批判 主要是从他们一种意识形态啊 对吧 或者说对美国这种整体的氛围的这种批判 但是从生活的角度 他们也许对美国的生活比较感兴趣吧 对吧 就像我们跟一些人交流 有一些人他们性格方面并不是太随和 我们并不太认可这个人 但是这个人在有的时候呢 他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利益啊 带来一些利益 所以说那么我们就想着跟这样的人去交往 对不对 可能仅仅是为了获得一些利益吧 也是有好多华人到了美国之后 他们想的是怎么样去赚美元 对吧 怎么样去赚钱 他们并不去思考 以前他们在微信群里啊 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啊 或者发出的一些质疑 因为到了美国之后 他们去化解生活压力的办法 只能是拼命的赚钱 交房租 交各种费用 美国这边是把各种经济的关系啊 已经研究的非常透 非常透彻 他基本上不会太允许一个人特别特别富 他通过税收的控制 他通过对吧 各种的监管啊 就是尽量的让所说的财富 相对对吧 像这些轻 所说的弱势群体呢 去倾斜 对吧 就像有些人他们在这领白卡 他们吃福利 去领粮食券 对吧 甚至包括一些他们经济条件不好 但是呢 他们在这生宝吧 那么呢 能够对吧 不用花钱就 在医院生孩子 对吧 看病啊 当然 这个账单 得给他记上以后 他有钱了 对吧 这时候呢 会向他追偿 对吧 就比如说你看病 这次看病 你没有钱去付账单 可以不付 但是呢 他会 在你的这个 类似于信用记录吧 这里面记上一笔啊 以后你一旦有钱了啊 你想买房买车什么的 对吧 这时候其实就能体现出来 或者你领到一大笔钱啊 比如说彩票中奖了什么的 对吧 这样的 就会对吧 把你的档案调出来 然后从这个款项里边去扣 这样的 然后现在 在旧金山这边 还是要再次感谢房东 房东把房租降成以前的 差不多是 差不多是将近以前的一半吧 以前的一半多 对 是以前的百分之 六十吗 我数学不好 反正就是 房租减少了不少啊 对房东表示感谢啊 这也是美国这边 富有的这个阶层 他们对我这样的穷人啊 所做出的一种关爱吧 我觉得挺好的 对房东表示感谢 然后 对于华人在这边 赚钱 对吧 你看知道谁扔的口罩 直接扔在他街上 对华人赚钱 很多人是比较佩服李嘉诚的 他在香港那边 好像买了不少水电公司的股份吧 也就是说香港人 他们去交水费 交电费 他们有相当一部分钱 是归入李嘉诚家的这个账户了是吧 甚至李嘉诚在英国也买了不少这样的 煤气公司呀或者水电公司啊 就是自来水公司电力公司这样的股份 甚至现在英国人他们去交水费电费 有相当一部分也是被李嘉诚赚走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挺厉害的啊 这是华人里边是特别有钱的一位了吧 包括巴拿马运河 好像李嘉诚也买了巴拿马运河两端的 两个港口城市的 叫什么权呢 反正就是大体通行权吧 就类似于那种的吧 但是李嘉诚他是为人是特别谦虚的 以前我看过报道 他如果请别人吃饭的时候 他总是在饭店门口大门口迎候啊 恭恭敬敬的等着 然后每来一个人呢 他就双手把自己的名片递上去 然后在吃饭的时候 他也是吃几分钟或者吃一会儿 他就换一下座位 比如说这个桌八个人啊 那么他这前十分钟他坐哪啊 就是跟大家比如说敬酒呀交流呀 反正到了第二个十分钟呢 他就站起来跟挨着的这个临座 换一下座位就保证 他能够在这个酒席上 跟每一个人都能够很近距离的交谈啊 觉得这个特别好 他这种谦虚 而且他也很勤奋 从最开始的一个小伙计做起 他的太太好像是 他家的一个亲属啊 算是 有点近亲结婚的这个样子吧 但是也不是太近 两个儿子 然后 他的大儿子好像曾经被绑架过 之后呢 就不怎么在公众中出现了 好像有了那种叫 社交恐惧症吧 然后他的小儿子呢 二儿子好像 一直是单身吧 还是一直在离婚的状态啊 然后以前好像也有消息 他的二儿子 他二儿子四十多岁 然后娶了一个 其实还不是娶啊 就是叫搞对象吧 就跟一个 十九岁的一个女孩去交往 然后这个女孩呢 在两年的时间 给他生了三个儿子 好像老大是个男孩 紧接着 之后呢 又怀一个双胞胎 好像是啊 然后 令大家惊讶的是 他 这个宝宝 这个三个宝宝相继 出生之后呢 他就是宣布 跟这个女方分手啊 就是觉得 挺有意思吧 就是 也是让人大叠眼镜吧 对吧 一般觉得 都已经跟人家生三个玩了 对吧 生了三个儿子了 然后还不结婚 反而分手啊 但是据说给了好多钱 给分手费 给了多少个亿吧 然后后来 有记者去采访李嘉诚 说 对这个怎么看 然后李嘉诚好像不表态啊 他对这个 不表任何态度 说让孩子自己决定吧 但是后来有人分析 说如果 他的儿子 娶了这个女的 结婚之后 生宝宝 对吧 然后再离婚 那么 这个分手费 可就不是简单的十几亿能 解决的了 就得上百亿了 所以从 他儿子这个 婚姻 也不叫婚姻了 准婚姻 也能看出他的 经济头脑啊 就是 对吧 有这么一个年轻的女孩 给他们 李嘉 生了三个儿子 但是 他的大儿子 李嘉诚的大儿子 生了三个女儿 好像 然后 所以现在 李嘉的这个产业啊 也是有这样的 反正呢 错综复杂吧 就是这样的 但是 咱们可能更多的是学习李嘉诚的这种勤奋 谦虚 还有这种眼光 对吧 包括 在历史上 好像在中国 在上个世纪 七十年代啊 那时候 好像那时候大体要 有一阵吧 那时候可能由于 历史时期啊 那一阵经济 比如说一九六几年啊 或者说一直持续到 一九七零年左右 那时候经济 整体有点低迷 对吧 但是呢 李嘉诚 他就 竟然那时候大举的 对吧 到大陆来投资 在 买地 盖房什么的 其实很多人不理解啊 都说你说 说那时候好像都 经济都不太好啊 你还怎么 那么投资呢 但是他是对的 他 筹筑了那个档口 然后买了好多地 结果后来呢 等别人醒过枪呢 反应过来都不敢烫了 这个好的地段 都已经被他买了 然后他在 对吧 通过房地产呀 这样的 其实赚了好多钱 就是人的这个眼光 就像以前巴菲特所说的 在别人贪婪的时候 我们恐惧 在别人恐惧的时候 我们贪婪 当大家都有点担心 有点恐惧的时候呢 他筹准了商机 大举的去买地 盖楼 然后逐渐的 他这个 是吧 就 风生水起啊 赚了好多钱 现在我比较喜欢研究 一些人的传记啊 看他们的历史 当然尽可能去了解客观的历史吧 通过这些历史呢 去总结一些东西 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现在 哇 这个风 前面这个 街口风特别大 这个地方应该是 推特公司的总部吧 推特这个楼 这边 这夏天太凉爽了 所以 在旧金山这边生活 一年四季都得在包里 准备一个长山 除非你不怕冷啊 除非像对面这个老美啊 你看这体格 这天骑着自行车还露着大腿啊 觉得 人和人的不一样吧 对吧 完全是不怕冷 耐寒的 这个 品种 耐寒的品种 这个小狗 整体旧金山现在还是比较 经济上还是比较低迷 这俩小狗还挺照应的啊 这个 大狗还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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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